你要跟我一起唱是不是 我帮你喝水 三月里的小雨 稀里里里里里 稀里里里下个不停 艺人陶晶莹姓首年来 唱了好几首一代巨星 刘文正的经典歌曲 就是因为被问到 15号的乌龙死讯 那一天都在沉浸 那在悲伤 又第二天 是个乌龙 第一时间除了传给小林姐 我后来告诉了北流的董事长 我就说小林姐 我们是不是应该办一个 纪念音乐会这样子 差一点音乐会就要开始动工 陶晶莹黄子焦魁为多年同台 访谈也聊到时事 陶晶莹第一时间 还赶紧自学CPR 遗憾入行时 没机会访问过刘文正 可能会有一些动作 但是我觉得先私底下 等确定好再说 因为这个时代 那个刘文正大哥 我们爱你健康 毕竟刘文正人没事最重要 只是当初证实过是消息 改口活得好好的 都是经纪人夏玉顺 你真的不知道 他会影响多少人 那有可能他的亲戚朋友 比如说没有住在身边的 也会吓到 我觉得还是不要这样开玩笑 所以以后有关我的消息 你们是可以问一下 我身边的朋友 再发 陶晶莹不忘开个玩笑 确实夏玉顺掀起的风波不小 除了被爆料在机上失控 经纪人陈孝志说 年轻时跟他合作经纪 自己签的日本当红男星 家世大周被骗走 也说跟夏玉顺工作 像个没尊严的人得伺候他 另外熊海玲则也发文透露 三十年前自己与高凌峰 由公司安排七天餐厅秀 夏玉顺最后却跑掉 一毛钱都没给 种种黑料 随着是闹剧附上台面